由南楼县议员尤浩全文才发起的慈善行动 号召民间的三顺慈善会结合资源力量 带来大批的民生物资到新一乡周水溪县四个部落 来捐赠给有需要的弱势民众 希望让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的家家户户 能够透过这些物资暂时度过生活上的难关 三顺慈善会结合民间力量 带着大批的民生物资来到新一乡地利村全文才议员服务处 要捐赠给地利双农等四个部落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帮助这些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的部落居民 很高兴我们外面的慈善团体和山述什么 这些慈善团体非常关心我们岩乡 在我们这里就是发放一些物资给我们岩乡的边缘户 因为这些人也是过得很辛苦 然后又没有办法列入到中地收入户 所以在这里有邱号议员发起还有几个慈善团体 然后发起这个物资 然后来捐赠给发送给我们的边缘户 我们新疆的边缘户 由南投现议员邱号全文才发起的慈善活动 并由中华民国三顺慈善会全力支援 主要是因为最近议员全文才发现各部落 有不少的家庭受到疫情影响 收入大为减少 甚至没有收入 让三餐都出了问题 因此透过邱号议员发起这项慈善活动 我有这机会能够让全议员跟我们的石志生理事长 还一起做一个结合 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感谢石志生理事长 还过去其实长生池商会以及三顺 在南投县也会做许多的弱势关怀 还包括在冬季的时候也会发放棉被 还在夏季的时候其实也会准备儿童读物 还包括一些伤葬警难救助 我们也看到全文才议员其实对于我们的姓义乡的乡亲 最认真他也是最照顾 所以刚刚有这个机会 还大家做一个连线 那也相信说未来来讲 我们都一起配合着全议员 还在地方上面可以一起为乡亲 做更多的服务 我们知道台湾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人民的生活上是比较苦了一点 那三顺慈善会一直以来 秉持着其自己公益用自己公益的态度 我们前提会员都非常的关怀 一般百姓以及尤其是偏向百姓的生活情况 那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播送了50份的生活用品物资 到我们新义乡这边来 那也感谢我们前文才议员 还有我们油耗议员 集中协调牵线跟协助 那三顺在这个地方 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疫情 议员全文才油耗也强调 若是新义乡亲还有相关的物资需求 都可以跟议员服务处申请 以便提供及时的帮助 记者商清福新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